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 我不是一个那种特别外化的演员 为什么这么讲 就是我得感受到对方 就是我得感受到 哪怕有时候我希望感受到他脉搏 我是最高兴的 你知道吧 那个征元呢 他有一种天生的羞涩 他有那种男孩子里边那种 那个劲儿你还真一般人找不着的 他有一种就是让你特别去爱恋的一种感觉 然后呢 他表演很真诚 他很真诚 所以他这个真诚和羞涩 再加上他这个四川话 就是属于那个母语 表达的也非常的 非常的这个 到位 所以我再接受一个新的那个小柴火的时候 真的是有困难 我特别有困难 包括真是头疼耳鸣 我不开玩笑 他一张嘴 等会我演不下去了 这次他讲普通话 我讲四川话 所以那天我发了一顿火 后来我想我这火是一种无名火 就是我焦虑了 明天就要演了 昨天就要演了 现在还是这种没有交流的状况 然后我感受不到他 因为那个是把当成自己的孩子 后来我回去 在反省 我说我这有点过分 后来我找着了 找着是怎么找着呢 就是 我得从他身上找依据 我改了一段词 我把这段词 给了导演 我觉得导演 我说如果这样的话 可能我们两个更有依据 什么呢 以前那小柴火是 以前那小柴火团长说 简单 他说 哎呦 这个娃长 这个娃增的稀奇 叫小柴火 他是那种 这个不是 这个 哎呦 这个娃娃能够 能够熟了 这娃怎么这么瘦啊 像根柴火 那么他牺牲了以后 我的词也改了 我说 我看着他 一点点长得像个战士 我以为可以陪着他长大 你看这两段词一改 其实是要 要寻找到 我跟他和观众达成的这种 相信和依据 哎 我就踏热了 再演就 就有这劲了 我不能压以前 那个 那个 那个感觉去演 然后这是说 我跟真元之间 我再说真元这孩子呢 你别看他没演过话剧 非常聪明 这孩子非常聪明 这孩子那些年在舞台上 这些跳都没白跳 非常聪明 很协调 我跟你说 表演这东西啊 有时候有时候教不来的 他很聪明 所以你看 对很聪明 也很敬业 也知道尊重我们这些 大哥还是叔叔 大哥 大哥 老师不敢 大哥 曾经也有那个记者问过 后来我就说 我说 这让他摄像最难能可贵的 就是他的那个名字里面的一个字 就是真 我说这个戏 演这个戏必须要真 就情真义切 你参不得一点假 一旦有假的话 对不起 你首先你自己会不相信 那么你自己不相信的时候 观众也就不相信了 所以演这个戏 你是参不了假的 然后呢 就是说 刚才那个谁 王先生老师说 说他那天发的火 其实我特别理解 其实他那个不叫火 其实他是自己着急了 我焦虑了 他是自己着急了 他是一个非常 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这么一个人 而且呢 他也是 第一次演话剧 他其实多多少少 他内心也有点小紧张 你别看他现在给你弹下风声 他也是 但是呢 我觉得他后来他自己 我也明白 因为这次我们一共换了六个演员 不是第一波演员了 所以呢 就是这六个演员之后 一换了他会不适应 他会不适应 他会觉得 怎么不是原来那波 那个给我的感觉了 但是他因为他的对手换了 所以我觉得他经过一晚上的自己 琢磨之后 他明白了 说因为对手换了 那么我的这个感觉 我也要相应的 也要调整 也要换 因为不同的人 给你的反馈 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 一百人是一百种方式方法 不可能完全一样的 所以经过昨天那小磨合之后 挺好的 是吧 昨天那个小柴火 第一 我不是一个那种 特别外化的演员 飞机太外化 越模越好 不特别好 带麦是麦了 该工作了 该工作了 对 我们下个月 我们下个月